好 那 最终角角作业的部分呢 好 为了完整的呈现整个角色 的各项资讯 这些有点lag 好 首先我会先需要加一个地板 Create Nash Plan 这样呢 我就有一块地板 地板的大小可以调整一下 Plan Scale 好 那我就把它放大个2倍 2倍 2倍 OK 好 就地板 地板我们可以另外给 材质与贴图 Ctrl D取消选取 好 那地板给他的基本材质就好了 那我们把Default Lite的 参数做一个设定 嗯 让他产生阴影 1024x1020 比较好看一点 回到选模型 Cop2 好 因为背景在传YouTube 所以现在有点lag 先暂停 空 右键 关掉Grid 这样就 比较干净 回到Sculptool 点我们的model 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的 干扰物在那边 好 那 接着我们要来看 啊 最后真正 的 作业输出 因为只有输出转盘呢 事实上啊 没有办法完全呈现同学所做的 啊 细节的部分 所以 输出的时候呢 好 改成 采用 他的Record Movie的方式 好 利用他的内建的录影功能 呃 我想 7280 7120 480 就好了 好 啊 呃 也只需要这个视窗3D view就可以了 好 嗯 那 呃 我先做一下设定 等下再回来按这边 老台记了这边就可以了 好 因为 等一下就不能使用录影软体 我要 两个同时在录影会更lag 好 我们在设定的时候会启动几个功能 这样子录影的时候 这样子 我会开启 啊 视窗的显示功能 啊 打开ToonMapper 那他的 亮度跟他的glare就是 炫光的影响 嗯 那通常我会让他在低一点点 这边的参数呢可以去微调一些变化量 然后你的 这一个 云光的 这种 强度层次等等 好 可以让他比较好看一点点 好但不见得要调到这么夸张 点1 好 那会更 亮一些 那细节 对啊就呈现上面会更明显 像一些 啊材质质感上的表现 好 好 另外呢 呃会 启动 Cavity Ambian Occlusion 就是凹的地方会产生很明显的黑凹黑色的痕迹 那这个选项选到他以后 你可以改变他的强度 完全没有是这样 太强 太弱 好 大概 适度的开一点点 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太明显的 啊这个 呃呈现 但是有跟没有 画面上是有差别 再启动另外一个 纯粹的Ambian Occlusion 好 那会让你的呃 阴影的对比度 更明确一些 那这一边呢 一样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他的 计算的Range 好 那后面通通没做 所以只有前面比较好看 好 都觉得希望可以 完成度再更高一点 好 那 就回到Layer的部分 所以作业绞交的时候呢 先把所有贴图都关掉 然后材质先显示回 比较正常的形式 好 好 这样子可以看到 纯粹你的雕刻的部分 Page Done 回到Layer 还没有下到底 那这个部分呢 就从这边开始 好 从这里开始 记得 等一下呢 当同学 交作业的时候 启动Record Movie的时候 从这个状态开始 开始 从这样子 开始 然后开始Page Up 这部分呢 是在呈现你各个层级的 细节 然后按一下 按一下W键 关掉线架构的显示 剩下原始的Model 好 再打开没关系 然后呢 这样子转一下 拉远一点 呈现全部的感觉 拉近 拉近 如果你掉的部分 你有特别觉得 很赞的部分 那就这时候拉近 做展示 比方说我只有做 前面 所以就只有做这部分的展示 重点在同学的作品 验收的重点在于 你会不会用 我所讲的这些功能 好 其实你也只要像我这样子 雕塑这些区域 有画到一些部分 事实上已经 表示你会了 那我是希望同学可以做得更完整 好 那模型呈现完成之后 然后 就到 PenLayer 这部分呢 就启动 所有的功能全部开起来 好 那当然材质要换回到 有 清楚反射的 这样子 Reflection Mask才有办法作用 好 那同时间如果同学觉得 需要呈现你画了多少Diffuse 那你可以再把这个视窗打开 做一些 呈现的展示 比方说你的Skin有几层 好 那些几层呢 可以透过一些变换的模式 在做强化 像说你的Layer 这个Layer的 叠Layer是怎么控制的 好 那这就是 验证你全功能会使用的部分 好 所以 我还会有一段影片 就是把刚刚的 操作呢 使用 ReflectionMovie呢 做一次演示 那同学会看到 应该呈现的结果